到我们《眸向编辑》的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们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李孔安好 大家好 财士真力好 亦有来自新西兰的以德台阳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眸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来说一下 以德台阳这个人算不算在亚洲是风头等 也算了 现在最近是挺热烈的 这个是小马赫斯这个人 最近经常都见诸于各大西方媒体 很搞笑 这个人说真的 中国是真的说过很多次 对门我们打开的 大家可以去谈 我们经常说的除了菲律宾之外 文莱、马来西亚、越南 都是与中国有领海的争议 但是这些国家是可以很平和、很安全、和平地与中国相处 其实我觉得有争议很正常 这个王毅先生也这么说 我们是亚洲地区 自己区域国家拆掉它 但是你偏偏引来域外势力 有时候你又说中国的底线就是台湾问题 实际上我怎么说呢 是吗 你觉得现在这个马赫斯之后会更加玩得更厉害? 我估计其实自从马赫斯一上台 它就已经是全面亲美的姿态 接下来会不会玩得更厉害? 其实也好看美国会投入多少资源 去到亚洲 我自己估计今年 美国就不会花更多额外的时间 在亚洲因为大选 但一大选完之后 这样就有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和资源 还有扔更多的钱 去到菲律宾里 不过这是明年的事 我反而和你倒转想 因为它更加需要在菲律宾上做文章 这样才显得自己的对话强硬 对话强硬的话 其实你知道整个太世西方 也是抗中姿势而完成 所以我反而相信 它会和这个小马赫斯 有一定的再次勾连 因为刚刚也看到 美菲原来又说搞军演 所以我相信他们也会继续搞的 你说吧 这些军演都避免不了了 还有就是 其实菲律宾本身的民情 是长时间都是亲美的 所以当美国要菲律宾帮忙 菲律宾一向都是以不容辞的 再加上 我在之前的节目也多次说过 现任总统小马赫斯的老爸 马赫斯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很知名的独裁者 当初他老爸被菲律宾人推翻的时候 穿草都是穿入美国 美国其实是救了他老爸 所以现在小马赫斯 严格来说 也只不过是报恩 对啊 你也对啊 当然小马赫斯 实际上 有件事他挺有趣的 因为那天有记者就问 为什么你在这个 南海问题时是说美国 他就不回答 不知为什么 是否害怕别人说他 你认了中国那句 你引起了域外势力搞搞阵 当然了 我们这次也说一下 这个扎连斯基基 基耶他也是 污蔑中国 说你搞破坏 阻挠其他国家参加 其实你有没有证据 很明显他就没有证据 他首先说了 他就指责中国 协助俄罗斯破坏即将 不是即将是举行 都差不多举行 就是这个是 瑞士举行的 乌克兰和平丰会 当然中国外交部 当然是说没有向其他 没理由是 没理由他不反击 这些是国际事务 不是我们吵架 不是街市佬 对啊 这个和平论坛 或者叫和平丰会 就是今个月15到16日 在瑞士举行 当然 这个中国外交部 当然是要回应 他们说 搞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 不是中国的外交方架 我知道一样东西就是 为什么俄罗斯不肯去呢 他就觉得 这个看来是为西方国家而设的 一个和平会议 因为瑞士本来是叫做永久中立的 但是在澳湖战争之后 他也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当然了 这个很惊大 但见到 阿哥 你这个会议 很明显谈的事情 是搞我 说真的 也没有请他们去的 最搞笑的是你是和平会议 你打仗的双方 你是不请战争当中的方式 你自己不断地说 一直开过批斗大会 那其实 究竟是不是和平峰会呢 你觉得 不是 就是批斗大会 正如 你真面子所说 根本是奇怪的 你又开过这样的会 是不是 你又不请俄罗斯来 这样也算了 原来这个峰会 美国也没有去的 那究竟瑞士搞来做什么呢 是不是 他可能派一些低级官员去 但拜登就说不去 因为要在加州搞一个 好像是籌款的 类似的集会 总统认识比较重要 没错 没错 至于中国不参加这场峰会 毛宁就重申 中方强调 是会见到 如果俄乌双方认可 他说出重点 俄乌双方认可 其实俄罗斯如果不认可 搞什么和平峰会 很搞笑 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说 我要这样对他 我要这样打他 我要和大家盟友制裁他 其实谈来干什么 是意思的 浪费时间 当然了 这个扎列斯基 现在看来就开始玩东西了 因为中国说不参加 结果他就突然之间到了马尼拉 到了菲律宾 而且他们做了一件事 就是从不见面之外 扎列斯基就说要宣布开设大使馆 因为以前没有开设 当然了 很多西方媒体就觉得 这个就是扎列斯基 为了向中国表示不满 但是 这件事我觉得是危险的 因为现在你打算和 中国现在撑得这么陷的国家 而且你这么高调 本来是有一个中间的国家 可以调解的国家 但是你就放弃了 你就觉得不行 你要站在那边 那其实就没有人可以谈到 你觉得怎么样 没有的了 扎列斯基是没有必要 也没有理由 飞到去亚洲 第一 你这个国家正在打仗 就照理你这个总统 不应该这样到处来飞 不过也很有趣的 他一直在打仗的时候 你这个总统 他经常到处来飞 那也算了 现在 你飞到菲律宾 又跟菲律宾眉来眼去 再加上在乡格里拉对话上面 又说一些对中国 不是那么友善的说话 或多或少 就是想给一些说话 别人听 告诉别人 这个中国就是和俄罗斯一伙的 但他从来都不会直接说出口 很有趣的 现在还要和菲律宾 互建立大使馆 你这个国家正在打仗 好心理就搞少些这些东西 是不是 现在都没有菲律宾人去 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也不会有人飞去菲律宾 你搞什么 所以纯粹就是要建立一个姿态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所谓的民主自由阵营 我们又站在一起了 这个中国才是头号敌人 或多或少 他就是要告诉大家 这一点 我觉得也是 当然了 扎列斯基也都在马拉卡兰公 就是他们的官邸 就和小马赫斯见面 第一件事他感激马赫斯的支持 并且宣布今年 将会在马尼拉开设大使馆 他对菲律宾 参加瑞士举行的 乌克兰和平峰会感到高兴 非方也说 多谢扎列斯基 而且他们就说 乌克兰去菲律宾 出口农产品有关事宜 就会继续合作 但现在很多地方 是毁了农田打仗 究竟是否可以很多 就算多的话 其实出口欧盟是比较实在的 但又去到这么远 菲律宾自己也有很多是农产品的 当然 说回扎列斯基 他跟美国防将奥斯丁会谈 他亦说非常感谢美国 允许海马斯系统 在哈尔科夫附近使用 但是 不够 说来说 不够 常常都不够 看回哈尔科夫也是大件事 我有节目也说过 其实不单是哈尔科夫 俄罗斯就是炮轰 乌克兰境内五大能源基建 其实很多地方是停电的 这就是他们去年最怕停电 不过今年就 当然今年也暖了些 去年就冰了 当然 看回整件事情 俄罗斯他们的表态很简单 就是这个瑞士的和平峰会 你不找我 而且你找我 我也不一定参加 因为整个看起来 就是西方的阵营和盟友 究竟谈到什么实质 基本上是没有的 没有的 没有实质 就是摆姿态 连实力 什么实力都没有 这个国家正在打仗 其实 照理不应该到处走 不过 扎连斯基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到处去拉关系 甚至乎拷着数 不过 你场仗打成这样 再加上 俄罗斯的压力 一直在步步进逼 对不对 再这样下去 我怕乌克兰会失去更多的领土 尤其是在今年 会大面积地失去更多的领土 但我觉得他还是要这样走 因为 说真的 他又指挥不了前世 其实他之前在尾巴冲突时 他整天强调两个字 就是遗亡 他很担心被人遗亡 对 所以他一定要走 虽然你说对 其实作为总统 第一件事 你经常出国有危险 第二件事 就是 其实你这样走 有时候 会不会令国内有些机会 有些政变 我觉得也不会 但是 还是有一个风险在此 还有 大家知道 你要的东西 其实西方肯定 现在这个时势 都会给你的 不过当然 热情就没有之前一两年那么强 我觉得 他现在这样到处走 就打算开辟一些新的地方 即是可以 自然的 对 只可以这样说 对 问题就是 菲律宾这个国家 在亚洲来说 首先第一 经济倒数那些 第二 菲律宾也没有任何什么军事实力 你找菲律宾也帮不了你的什么手 所以纯粹就是为了在政治上 拉个姿态 放个姿态出来 没有实力的 就浪费这些钱 就飞过去 说几句话 签章子 又说建立大使馆 哎 你就说 就说建立大使馆 都不知道 去到时候 可不可以落成 这个都是未知之数 现在 乌克兰 基本上 国库是空了 没有钱的 全部的钱都是靠美国借的 最大的风险就是什么 美国当总统选举完之后 又特朗普执政的话 你恐怕 这个乌克兰会失去了 来自美国的支持 是不是 不奇怪 特朗普曾经说过 如果他上台48小时 就结束战争 但是有样东西 这个乌克兰很特别 我觉得他也算是玩两手 即是玩两面 其实乌克兰有样东西 就和美国相反的 就是乌克兰也说 要承认巴勒斯坦是个国家 扎里斯基也说 乌克兰承认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是两个国家 并且尽一切努力 令以色列停下来结束这场战争 令平民不再蒙受苦难 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有多特别 可能他也感受到压力 因为巴勒斯坦 事实上很多土地 被以色列占了 如果他说以色列做得好 其实他也担心 变相等于撑了俄斯 就说你进入我的土地好 当然看回整件事情 在尾巴冲突当中 我觉得西方国家 有时候都挺尴尬 因为他们经常推出那套 普世价值 就看到太多商标 因为你要撑以军的军事行动 也担心以色列 其实它的影响力很大 是的 在美国国也多 我相信最后 这个以色列 都会和哈马斯达成协议 因为我今早看最新的新闻 当然哈马斯也是扭一扭 但这次反而是接近的 好 今节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各位再见 拜拜